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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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薛零六 今天跟各位同學們分享的主題 就是在AI裡面 白色箭頭有多好用呢? 分享4種運用方式 那白色箭頭就是在工具鏈裡面的 直接選取工具 影片中我會直接稱呼它叫白色箭頭唷 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唷 今天呢如果你加很多物件 已经进行群组了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修改颜色的话呢 通常各位同学会做的是解散群组 才可以单纯点选该物件 那我先还原 那如果我在不解除群组的状态下 我要如何点选这个爱心物件 工具列的白色箭头 然后点选你要修改颜色的物件 调整它的颜色 当这个物件是群组的状态 你要移除某一个物件的时候 也是一样使用白色箭头就可以 记得先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假设我要让鸽子后面的背景 白色背景删除掉 我点选白色的色块 然后编辑清除 这样就可以单纯的删除物件 我先还原 那这个方式呢 很适合之前有位同学的留言 在之前有部影片有同学问我说 在及时上色的油漆筒 如果发现颜色弄错了 要如何取消或者是重来 那最快的方式呢 就是我刚刚分享的 你可以直接使用白色箭头 就可以更改物件的颜色 再来白色箭头 第二个很好用的运用方式就是 它可以调整跟修改节点 今天不管你使用绘图笔刷工具 或者是钢笔工具 你绘制出了线条 你之后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再选取白色箭头 点选你要修改的物件或者是线条 点选以后你会发现旁边会有很多节点 这时候呢白色箭头移到节点上 再点选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拉杆 你就可以重新调整它的形状 那我们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同样的点选色块以外呢 一样可以点选线条 我今天点选这个线条以后 旁边也会出现拉杆 当你点选拉杆呢 你就可以更改它的曲线 还原 或者呢是直接点选节点的部分 当节点变成实心后 按着滑鼠左键 用拖曳的方式 就可以修改它的形状 那第三个白色箭头的运用 很适合调整遮色片的范围 或者呢是调整遮色片里面的图片位置 这张图片呢已经被我使用了遮色片 那遮色片的运用呢 我在之前影片有分享过 各位同学可以点选下方的资讯栏 或者呢是上方连结点选进去看看哦 这张图呢它原本是个正方形 照片套入各种形状的遮色片 在很多排版设计很常运用到 外面这个圆形的物件呢 你想要修改它的形状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哦 一样选择白色箭头 那我点外面圆形的线的时候 有看到吗它有出现拉杆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修改它的形状 遮色片的形状就被你完整的修改好了哦 那如果你这样修改后 你发现你里面的图片位置有点太大 或是里面图片位置你不满意的话呢 一样也使用白色箭头 当我的白色箭头移到图片的时候 它会显示图片的范围 那就表示你可以点选这个图片哦 那你点选下去以后呢 白色箭头移到旁边去 这个图片的节点不会相失 表示你已经有点到这张图片 而且可以进行修改 上下拖曳图片 就可以更改它的位置 那在这里同学可以看到 外面遮色块的椭圆形并没有移动 移动的是图片本身 然后在第四个 我觉得白色箭头很好运用的地方呢 那就是你在调整线条的时候 不用怕改变它的宽度 就可以进行修改延伸 今天如果我要将上面这条黑线 变长的话呢 我们会习惯使用黑色箭头 点选这条线 然后从旁边进行拖曳 将它变长 可是使用黑色箭头进行放大的时候 会看到旁边的宽度 你会一起跟着变形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这条线 在拉长的情况下 它的数值是完全不改变的话呢 下方这条线 宽度是6 我们将滑鼠移到白色箭头 点选这条线 最右边的节点 直接往旁边进行拖曳拉长 可以看到 它变长的同时 宽度是没有改变的哦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将你的线 变长或是缩短的话 你想要宽度都不要改变 你可以使用白色箭头 那以上呢 就是我这次跟大家分享的 白色箭头 我觉得很好运用的四个方向 那在这里就分享给各位同学们哦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 请务必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影片 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拜拜 by bwd6